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去 La Prairie他们家做一个facial 所以呢想带着我的相机 跟你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今天呢没有画任何的妆 眉毛啊底妆啊什么通通都没画 只是画了一个就是 YSL的一个唇釉 提一下气色 然后我现在呢已经在路上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会到了吧 我预约的是一点钟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四十四了 那我们就待会见吧 这个红绿灯超级久 好像已经等了两分钟了吧 然后它还是红灯 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听到 没有人听到 我们的Lafuri本身的书物业 它是非常冷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高的准备 在书物上看到新的品牌 有些什么我们都会去市场 或者是什么我们用 有些个小城市的历史 传统的历史 传统的历史 我们在这里的历史 这里是我们的国家 欢迎来到Luxury 我已经回家了 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今天没能给你们录这个 La Prairie Facial Treatment的一个全部过程 然后我今天呢也见到了 Bloomingdale's Beauty Department的一个manager 她叫Britney 她真的是非常的nice and friendly 反正接待了我之后呢 我们有深入的稍微交谈一下 她跟我讲她需要发一封email到总部申请 我下一次去做Facial的时候呢 可以带着我的camera录整个过程 如果这个申请得到了批准的话呢 我下一次就会带着我的camera 然后给你们做一个 La Prairie Facial Treatment的一个特辑吧 现在呢就想快速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免费的拿到这一次 La Prairie Facial Treatment的一个体验机会 以及我这一次做Facial的一个个人感受 和一些产品使用的第一印象 然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都买了哪些东西 其实想要拿到La Prairie他们家 免费的一个Facial Treatment的体验机会呢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打电话给附近的专柜 然后跟他们讲你对他们的 这个产品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想要体验一下他们家Facial Treatment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贵姐都会给你offer一些available time 然后你就可以选你自己有空的时候呢 就过去这个样子 但是当然有一些不那么nice的贵姐呢 会把这个体验的机会留给她一些潜在客户 或者说跟她关系比较好 然后会在她那边消费买东西的一些客户 当然这个时候呢你只能选择第二条路 就需要本人去到La Prairie的一个专柜 跟他们的贵姐呢就是熟了熟了联系联系感情 然后表现出你对他们家产品非常的感兴趣 然后有购买的意向的这么一个感觉 然后她一般都会说可以offer你一些小样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可以跟她提我想要尝试一下免费的这个facial treatment的一个体验 请问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活动你可以参加的之类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一般都会offer你一些available time 然后就可以预约了 当然这个La Prairie Facial Treatment呢是一个完全免费的体验 你并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facial treatment结束之后呢 贵姐一般都会给你推荐一些她觉得适合你的产品 或者是给你解释一些你有意愿有意向想要购买的一些产品 当然这个时候呢她并不会强迫你买任何的东西 你并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 觉得自己一定要买东西才可以 你是可以完全不买任何东西 然后跟他们说非常谢谢这一次的体验 我会想一下我接下来想要购买什么 我再来找你我可以拿一下你的明信片吗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走了 当然如果你想要跟他们买东西的话呢 他们会更开心的来帮助你挑选适合你的产品 然后跟你们介绍一下每个产品每个系列的一些作用 然后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皮肤不同的年龄等等 总而言之呢我还是非常的喜欢和享受这一次 La Prairie Facial Treatment的一个体验的 我从去到见到的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的nice 非常的friendly 然后也非常的professional 就是很专业 每一个人呢也都是面带微笑的接待我的 给我做facial的这个济师呢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我一躺下去之后呢 她就稍微摸了一下我的四周的皮肤 然后呢她就跟我讲我的皮肤 在我这个年龄呢还算是非常好的 我在鼻翼的这个两边以及下巴的位置呢 没有做到足够的去角质 然后她就问我大概是多久做一次去角质 我跟她讲的是两个星期一次 然后她就给我推荐了一款可以去角质的面膜 然后她就跟我讲 我可以一个星期在这个地方的着重使用一次 然后她不介意我在脸颊使用任何去角质的东西 因为她说我的脸颊呢比较容易泛红 然后比较敏感 然后她给我推荐了一个他们家的三分钟 什么幻颜去角质面膜吗 好像是叫 我会把图片呢放在这里 我这一次呢没有购买它 是因为我手上呢还有一些其他去角质的产品 没有还没有开也没有用 所以我就想等那些用完之后呢 我应该会购入他们家这个三分钟去角质的面膜 这个去角质面膜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涂上去之后呢只要三分钟 然后用清水清洗掉呢 就可以上后续的一些护肤的东西 然后这个面膜使用感受呢也非常好 涂上去之后呢你会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你的皮肤 在你的毛孔上面就跳动 然后好像它进去你的毛孔里面 把它给清洗干净 然后又出来 然后这款面膜呢是有一个张开毛孔 然后清洁之后再收缩你的毛孔 供效这么一款去角质的东西 真的是超级种草 在做Facial Treatment的过程当中呢 我有跟她讲我想要我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白一点 然后肤色更加均匀一些 她就给我用了她们家白鱼紫珍珠美白的一个精华液 我到时候呢图片也会放在这边 这一款的话呢我觉得实用感受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效果呢我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才用了一次嘛 根本不可能说用一次 然后整个皮肤就是哗亮起来了 但是它的口碑呢是非常的好的 我在小红书上也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在推它 等我小灯泡用完之后呢可能会购入这一款 但是它的价格呢还是挺高的 我可能会犹豫一下 然后最后一样我在这一次Facial Treatment体验当中 感受特别深 然后第一项特别好的呢是他们家那个薄金的面霜 中间呢是一个暗红暗紫的颜色 然后外面呢是这种透明的亚克力质地的一个包装 瓶子真的是超级漂亮 我很喜欢 然后很有高级感 当然它的单价呢应该也不便宜 我还没有去查看 然后那一款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香气 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爱很喜欢 是一个很舒服的玫瑰花香的那种 它跟我讲这个面霜的一个作用呢是促进排毒 新陈代谢 然后可以提高肌肤的一个活力和免疫力 这个技师呢是推荐我在30岁之后 再使用这一款面霜 他觉得那个时候呢 这个面霜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然后在我脸上呢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 然后这一次他在我脸上使用呢 只是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款面霜的一个魔力 一个使用的感受 然后现在呢就快速讲一下 我都买了哪些东西 其实呢就是买了两个眼霜 我现在呢也不打算打开来给你们看 因为我现在手头上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眼霜还没有用完 一个呢是蓝鱼紫酱系列的一个眼部打底 这一款的话呢比较轻薄 然后是一个透明的质地 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是你的年龄比较轻的话呢 其实用它就足够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呢是他们家蓝鱼紫酱系列的一个眼霜 所以官方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先用这个精华液来打底 然后再叠加一下他们家的鱼紫眼霜 然后呢他还给了我很多小样 大概就是一些白鱼紫的变霜啊 精华之类的 然后我还向他要了那个三分钟去角质的面膜 我想再使用一下 然后再决定自己要不要购买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对了 配他们家蓝鱼紫系列的眼部打底 和眼霜的一个使用感受的话呢 就关注我的频道吧 我会把我的头像放在这里 只要轻轻按一下呢 就可以点击订阅啦 那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